英国、英格兰、神秘又谜团一堆的巨石镇 驱车来到英国、苏格兰文明世界的巨石镇景区 眼下是巨石镇参观入口 蜿蜒的巨石镇步道 伸向英格兰高地平原 这就是英国史前巨石镇 由各角度观察巨石镇 是神庙、是观日月星辰运行的天文设施 考古学家认为两者均有 在思考这么大又重的石块 在那原始的世界 四千年前是如何搬运树起 令人想不透 这巨石镇为英格兰维尔特郡索尔茨伯里平原 镇内发现太阴历的观测点 即神像的浮雕 碳年代的鉴定 约建于西元前四千年到两千年之间 但历史上在1136年才有记载 罗马人统治时期没有任何的记录 因此被认为不可能公元前两千年建造 然而考古学者在巨石镇附近发掘出 青铜器早期一位弓箭手的坟墓 据考证他生活在此约公元前三千一百年 陪葬品达一百余箭 耳环铜刀淘气等 认为是当时是这平原上显赫的人物 甚至可能参与建造巨石镇靠近巨石镇的入口 有四十德国注口排成六行 恰于月亮到达最北相符 六行注口代表六周期 就有六个太阴历时间 一周期十九年连续观测了一百余年 笛声好像穿越时光隧道 在这远古的英国英格兰高地回荡 柱上发现有被封化的石雕 这英格兰高地四千年前景象是否依旧 同时雷射扫描 雕刻是悼念使者 表示有部落组织的宗教仪式 鸟看巨石镇 巨石镇在冬季的景观 晚霞中的巨石镇 巨石镇附近的产田畜牧区 轻快的堤声飘浮在这原野的畜牧区 如同高空传来的天麦之音 白花为茴香花 金黄为戒指花 在西餐上常用的调味料 巨石镇时期的房屋 这是四千年前房屋的原型 毛底模式 现在英国乡间还可看到 四千年前 人类已有精湛的建筑艺术 前往巴士路途上所见的产田市麦田 谢谢观赏